白居易的诗歌已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著称 白居易的诗作《夜雪》 仅用二十字便描绘出了一幅独特的学业景象 展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生活体验 原文 夜雪已亚清枕冷 附建窗户明 夜深之雪重 时文折竹生 大意诗 已经惊讶被褥和枕头这么冷 又看见窗户外面一片光明 深夜知道雪下得很大 不时听到竹子被压断的声音 已亚清枕冷 附建窗户明诗的开篇两句 写的是夜晚的雪景 诗人先从感觉入手 写到自己已经惊讶于被褥和枕头的寒冷 这一句用亚字表达了诗人对突然降温的意外和不适 紧接住 诗人抬头望向窗外 发现窗户透出明亮的光 这里的名字暗示了积雪反射月光或其他光源 使得夜晚变得明亮起来 这两句通过细腻的描写 生动地展现了夜雪出降时的场景 夜深之雪重 诗文折竹身后两句进一步深化了雪液的描写 夜深人静时 诗人从听觉上感知到雪的重量 竹子被积雪压的断裂发出声音 这种描写不仅让人感受到雪的厚重 还通过折竹声这一具体的声音 使整个雪液的场景更加真实生动 这里的诗文两个字 也巧妙地表现了雪液的宁静和偶然被打破的静谧 夜雪 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雪景的描写 更蕴含了诗人的思想情感 诗人通过对冷夜和雪景的描写 表现了她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独特感受 寒冷的夜晚和厚重的积雪 既是自然景象的呈现 也暗示了人生中的寒冷和压力 这种意境下 诗人的情感显得尤为深沉和复杂 从中可以看出 白居易虽然身处寒冷的夜晚 却能够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感受 将这份寒冷转化为诗意的表达 这种转化不仅展示了诗人的才华 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深刻洞察力 夜雪在艺术手法上具有独特的魅力 白居易通过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和情感表达 成功地营造了血液的意境 首先 诗人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的情景 全诗仅有二十字 却通过感觉 视觉和听觉三种不同的感官体验 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血液画面 其次 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 诗中冷与明深夜与雪中静与折竹声的对比 使得整首诗在静谧中透出一丝动感 在冷剂中显出一丝生机 这种对比手法不仅增强了诗的表现力 也使得诗的意境更加丰富多彩 再次 诗人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 使得整首诗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真实感 被入的冷 窗外的鸣 血压逐者的声音 这些具体的细节 不仅使读者感同身受 也使得整首诗更加生动形象 白居易创作夜雪的背景 可以追溯到他任职长安时期 当时他与友人圆诊 共同宣导新乐府运动 强调诗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 关注民生极苦 这首夜雪虽然描写的是自然景象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自然现象的敏锐观察 白居易在创作这首诗时 可能正处于一个寒冷的冬夜 他通过对夜雪的描写 既抒发了对自然美景的赞叹 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夜雪的寒冷和寂静 与诗人内心的宁静和思索形成呼应 使得整首诗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意境 白居易的夜雪 以及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意境 成为古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细腻的情感表达 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独特体验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 这首诗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 白居易的夜雪作为古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意境 获得了历代诗评价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夜雪以其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意境 为古代诗歌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白居易通过二十个字 将血液的冷剂与孤独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简洁而精炼的表达方式 不仅使诗歌内容更加凝炼 也增强了诗的表现力 简洁的语言却能展现复杂的景象和情感 显示了白居易高超的艺术技巧 夜雪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 不仅在白居易的时代得到了认可 也在后世诗评价的评估中得到了高度评价 宋代诗评价张介在《碎寒唐诗》画中 对夜雪给予了极高的评估 称其简而能深 威而见大 妙不可言 这种评估精准地概括了夜雪的艺术特点和价值 张介的评估强调了夜雪在语言上的简洁与意境上的深远 这种评估不仅体现了诗歌的艺术成就 也反映了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对语言运用的独到见解 在古代诗歌的创作中 白居易以其简练而富有深度的风格 影响了后世众多诗人 此外 夜雪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在诗歌创作领域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白居易将个人情感与自然景象紧密结合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简练的语言 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不仅在白居易的同时代受到了推崇 也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夜雪由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意境 成为古代诗歌中备受喜爱的作品之一 无论是在白居易的时代 还是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 这首诗都被广泛传送和引用 其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意境 使得夜雪成为了学习和欣赏古代诗歌的重要作品 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 常以通俗易懂得语言和贴近生活的题材受到欢迎 而夜雪则通过其对雪景的细致描写 和深刻感受 进一步展示了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的独特才华 这首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象的细腻观察 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 夜雪不仅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取简洁而深刻的艺术风格 使得这首诗在国际间的传播和认同中 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估 白居易通过夜雪 展示了古代诗人如何用简短的篇幅 表现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情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